哈囉大家好 教練今天要教大家如何正確的量測血糖 在量測血糖前呢 要先準備好你的量測工具 將你的裁血筆、裁血針 還有你的血糖肌 以及血糖飾脂 還有酒精棉準備好 那第一步呢 就是先將我們的針裝入我們的裁血筆裡面 那刻度轉到適合自己的刻度 避免轉得太深會有疼痛的感覺 第二步在手乾的情況下 來取我的柿子 拿起柿子後 記得要快把蓋子蓋上 避免我的柿子炒結 導致量測的不準喔 那將柿子放在裏血糖肌上面 那第三步 我們來消毒我們的手 將酒精棉打開 清潔我們要採血的部位 如果你常常採血量不足 我建議在採血前可以將你的手甩一甩 會讓你的血液比較充足 那記得酒精一定要乾才採血 如果酒精沒有乾會導致我們兩側的誤差 那這時候可以採血了 如果你發現你的血量如果不太夠的話 記得要從你的掌心往前推 將血液擠出來 不要在拇指前面一直擠 這樣血量就出來了 那只要再將你的 ok 採血完再加剛才的酒精棉 在你的採血部位加壓值寫一下就可以了 ok 壓值對 那看到樹脂 你就可以將你的樹脂 記錄在你的手機的治抗糖APP裡面 這樣就完成正式的記錄囉 那記得 量完之後 我們的採血針也不可以亂丟 要記得回收 放在回收桶裡面 那到回診的時候 再到醫院去丟棄 那以上的講解 希望大家有學到 那有更多的問題 可以在下面做留言 詢問教練喔